19岁民房服役人员在亨德申路组无火患中殉职 哈利玛总统表达悲伤 许多公众也献上哀思和慰问 哈利玛总统在Facebook贴文说 吴洪泽忠视殉职让他感到非常哀伤 并表示他勇敢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总统也向他的家人和朋友表达哀悼和慰问 星期四在火患中殉职的吴洪泽忠视 是在今年1月5号被分配到民房部队服役 并从2月3号起开始接受为期12周的消防员训练 他生前参加过超过20次的火灾和救援行动 新加坡民房部队在征得家属同意后 将为他举办礼仪式葬礼 许多公众也向吴洪泽表达哀悼 有人在喜街的中央消防局献花留言 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哀思